一场价值一百万元的散步 同时治好了我的精神和钱包内耗 竹村是个十足的倒霉蛋 前世母亲抛弃了他 后来养父母又进了监狱 自此以后竹村孤身一人 无依无靠 如今他已在大学混迹了八年 却仍未毕业 而更糟的是 这些年的浪荡生活 让他背上了84万日元的债务 方款日期将至 他无力偿还 唯有任人宰割 来收债的是一个名叫福元的中年人 福元长相凶悍 形势粗鲁 一通威胁之后 拿走了竹村的身份证件 三天后福元会再来 如果还拿不出钱来 竹村就只能以身抵债了 可如何才能在三天内凑齐84万呢 竹村毫无办法 便又去了游戏室中消磨时光 距禁会神之际 身旁赢了钱的情侣 叽叽喳喳的议论说 果然遇到暗部伊德会带来好运气 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无厘头的都市传说 说是在街上看到演员暗部伊德 就会有好事发生 竹村嗤嗤以鼻 好运气从来都和他没什么关系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 福元再次到来时 没再逼他还钱 而是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给你一百万日元 陪我在东京转转 莫弟弟暂定为侠官 不设时限 一直走到我满意为止 竹村觉得这事很荒谬 但他便无选择 只得答应下来 出发第一天 福元迟到了 他却买了运动鞋 衣服做正经式的样子 第一站烤肉摊 边吃边走才有情调 福元强行将一串烤肉塞给了竹村 就这样 一堆奇怪的组合 开启了一段更为奇怪的旅途 竹村怀疑福元是否真的有一百万日元 而福元随手从包里掏出一碟万元大钞 所以摇晃着说 要听我的故事 就老老实实陪我走到终点 虽然一头雾水 但看在钱的份上 竹村也只好跟他走下去 不过福元看上去倒是很认真 为了这趟旅途 他停掉了手上所有的业务 竹村问他是不准备再收账了吗 我放弃了更加重要的东西 福元略显伤感地说道 穿过小巷时 福元问学了八年法律的竹村 以后想做什么 竹村说 没想过 小时候总被问过将来要做什么吧 你怎么回答的 内阁总理大臣 此时 烂世子从枝头坠落 正巧砸在竹村头上 所以 倒霉但尽量不要说大话 因为时刻都会被老天嘲弄 不过 这就是人生嘛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做任何事 都要讲究契机的 福元安慰道 在机场围栏外 竹村再度问及福元 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杀了人 这次福元回答得干净利落 他说他在争吵中 失手打死了自己老婆 之所以要走到辖关 是要去自首 顺便在东京各处转转 就进自首不就好了 自首嘛 当然要去最气派的警术 可为什么非要走着去呢 福元说 以前 他和妻子最喜欢 一起在东京的大街小巷散步 他们原本说好 要这样共度余生 但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 那为什么还要我陪着走呢 也许是一个人太孤单了吧 正说着 演员暗部伊德突然出现在了街角 听说在街上见到暗部伊德 就会有好事发生 竹村欣喜说道 福元想跟上去看看 竹村拦住了他 还是赶快去警署吧 如果被发现了 就不算自首了 我又不是为了减刑 才去自首的 福元不在意的说道 之后两人一起去了神圣 福元说他们家 会把三部叫做他起 竹村觉得很是新奇 你们家 没有这种只有家人之间 才会用的词汇吗 没有 自小被抛弃的竹村 早已不在意这种事 神像前 福元将一张万元大钞 扔进了捐赠箱 竹村则喊酸地扔了梅硬币 而后福元的闭了会儿眼睛 福元在神社中 低头起告了很久 这里承载了他很多重要的回忆 他和妻子第一次接吻 就是在这 福元问竹村什么时候有的出吻 竹村说是高中之后 在卡拉OK包厢里 接着两人又去了一家爱玉子店 福元说 以前他们夫妻俩吵完假 彼此想道歉 却又说不出口 就会一起来这里吃爱玉子 以表示重归于好 这家店主是一位老婆婆 婆婆有个不孝儿子 整日游手好险 时常来店中要钱 两人就在鸡飞狗跳中 吃完了这一餐 你也对父母不好吗 出门后 福元问竹村 也不是 三岁时 我的亲生母亲就不见了 后来有个养母 但对着外人生气 也没有意义 竹村回答 福元提议去竹村 有回忆的地方看看 竹村想了想 发现自己根本 就没什么值得回忆的 他曾在阿佐谷住过 那房子应该早就被拆了吧 不过福元执意要去 他也只有跟着 果然是不存在了呀 竹村并不觉得可惜 他讨厌回忆 但却是 他就把自己所有的照片都烧了 好不容易来了这里 就没有想见的人吗 福元问道 没有 竹村回说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 那就是小学同学上美吧 上美是第一个邀请小竹村 参加生日会的人 竹村很开心 想送上美一件 当时流行的鳄鱼T恤 作为生日礼物 但他根本买不起 苦思冥想后 他想出了个好主意 把袜子上的鳄鱼标志 剪下来 贴在T恤上 而不幸的是 生日会那天 当上美开心 打开T恤衫的瞬间 鳄鱼标掉了下来 当时 竹村恨不得自己 被鳄鱼吞掉算了 虽然有些无聊 但这已是他 为数不多的回忆了 再次见到上美时 他俨然一副 叛逆少女的样子 心中美好 荡然无存 不过竹村倒也不是很在意 人嘛 总是会变的 傅元说 自己的妻子就是这样 平淡生活过久了 就总想着换种人生 于是便常去色谷心素 找年轻男人玩 还背着他和别人结了婚 妻子众多出轨对象中 只有一个人 让傅元耿耿于怀 那家伙和他老婆去了宾馆 却什么都没发生 但正因如此 傅元妻子 反而对这男人念念不忘 竹村听完 顿觉冷一 不久前 他在酒吧喝酒 一个自称多赫子的已婚女人 频繁向他抛来媚眼 两人去了宾馆 正要发生些什么时 女人却突然说 想起了自己的丈夫 随后丢下一笔钱 匆匆离开 如果这位多赫子 就是傅元老婆的话 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傅元 一定是查到了什么 才会带着自己四处闲逛 以四季下手 晚上 两人睡在一间屋里 竹村蜷缩在一角 生怕傅元 回就地解决了他 酝酿半天 他试探性地说 想看看傅元妻子的照片 傅元倒也痛快 搬出钱包 拿给了他 竹村体心吊胆地看了一眼 而后如是重负 还好不是 不然 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第二天 两人继续现光时 陆遇一个 涉险神经质的女人 傅元匆忙躲避 但为时已晚 女人如鬼魅般 出现在了身后 这女人名叫迪牧 是傅元搞夫业时认识的 为了赚钱 傅元曾在婚礼上 办过别人的假亲戚 这种事 在当代社会中很常见 像竹村这样 孤苦伶仃之人结婚时 总愿意请些人 加班亲戚 迪牧是新郎的姐姐 自称是一位画家 而在那场婚礼上 傅元恰好搬成了设计师 两人自此结识 迪牧把傅元当成了知音 总想要她去看自己的画作 这次也难逃噩梦 傅元最终跟迪牧回了家 竹村则等在了远地 迪牧家很乱 除了画画 这女人好像什么都不关心 但不幸的是 她认错了知音 画作之前 傅元如坐针毡 而另一遍 竹村遇到了一个奇怪的吉他手 这人背着音箱 声浪震天地穿街过巷 丝毫不顾他人感受 竹村好奇跟了上去 反话闹事 披颈街巷 吉他手一刻不停地弹着 即使遇到念着经文的送葬队伍 他也毫不避讳 不知不觉 两人从黄昏走到日落 终于遇上了警察 竹村等着看热闹 却没想到吉他手看似朋克 实则通晓事故 据警察还有段距离时 他突然关掉音箱 走到警察面前 毕恭毕敬地问了声好 再回到约定地点时 傅元并未如约出现 手机也打不通 竹村竟然有些慌了 在东京的街头 他东奔西跑地寻找着 就像一个与家人走散的 不错的孩子 他一记不清 自己有多少年 没有如此拼命地去寻找一个人 上次这样 还是在他亲生父亲去世那天 就这样 竹村找啊找 但始终未寻得傅元的身影 正当无望之际 傅元却突然出现在了马路对面 他不顾危险冲了过去 嘴里不住问傅元到底去了哪里 就像一个孩子 埋怨着自己的父亲 深夜的街头 只有夜班公交车还在运行着 傅元说 以前他常和妻子一起去坐周日的末班公交 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寂寞感 觉得寂寞 就会更爱对方 开始时 他们因为喜欢彼此 才在一起生活 而所谓的喜欢 是会褪色的 如果有个像你这样的儿子 就会不一样了吧 傅元感慨道 旅馆之中 傅元问竹村 最近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竹村想了想 说自己有七八年没哭过了 他一直都是这副样子 没有在意的事 便也就没什么值得伤心的 去坐坐过山车吧 就说能让人感到兴奋 傅元建议道 从小到大 竹村从未坐过过山车 这本应是父亲带孩子去做的事 但竹村还没来得及去 就已没了老爸 傅元一直在纠结 入狱前的最后一顿饭 却吃点什么好 寿司 寿司应该是初孕时吃的 拉面呢 拉面不行 会让我太怀念外面 那就咖喱 打对了 入狱前就吃咖喱好了 傅元痛快决定了下来 他们路过了一家中表店 傅元一直好奇这样的小店能否维持生计 他嘴欠问了店主 结果被店主追打了两条街 摆完奏后 两人无处可去 傅元提议去自己老婆家 所谓的老婆 其实就是他搞副业时 曾扮演过人家老公 女人名叫美妓子 是一家酒吧的老板 她过着独居的生活 至今家中 仍摆着和傅元的结婚账 在这里 竹村经第一四体味道 家的感觉 早起美妓子如母亲般操持着家务 而傅元则像周末休息的父亲般 一桌随意地看起了报纸 吃完饭出门购物 门口的夫子不停抱怨着母亲的磨蹭 而母亲则一边忙碌 一边嫌弃着父亲不愿出门的懒散 在动物园休息时 美妓子告诉竹村 扶元曾说自己有过一个儿子 只是出生不久就夭折了 不过扶元这人说过的话 也不能当真吧 也是啊 这是竹村第一次来动物园 他惊讶于 这里竟会有如此多的动物 之后美妓子的外甥女傅美突治家中 傅美自小在国外长大 并不了解美妓子的家庭状况 于是三人在傅美面前扮起了家人 美妓子是母亲 扶元是父亲 竹村自然就成了儿子 一开始竹村表现得很不自然 但很快便爱上了 这样温馨的家庭生活 晚上时 傅元和竹村还在练习着 如何做好一堆父子 此时的竹村一边笑 一边在想 是不是该劝扶元放弃自首 而另一边 妻子的同事找来了扶元家中 但在要进门时 他们遇上了正在拍戏的暗不一得 三人把正事抛在了脑后 开心做起了群演 妻子的遗体最终没被提前发现 但扶元已做好了去自首的准备 幸福来时 总是慢得让人难以察觉 而不幸 却总是毫无征兆地突然而知 竹村刚刚体会到家的感觉 这段旅途便走到了终点 一家人一起去了游乐场 竹村终于坐了果山车 和扶元一起 车子飞驰而下 时光四野倒流 年少的竹村和年轻的扶元 出现在果山车上 他们欢呼雀跃 宛如父子 就这样 两人互相弥补了 各自生命中的缺失 最后一餐果然是咖喱 竹村边吃边哭 像一个即将与父亲分别的孩子 第二日 两人开始了最后的散步 秋夜正黄 很适合离别 我说 你要不要在米奇子家 坐短时间 扶元问 不了 每当我想和谁在一起时 这人就一定会从身边消失 我就是这种踏气吧 笨蛋 踏气不是这么用的 快到警署时 竹村开始倒着走 他说自己曾看过一本漫画书说 只要倒着走 就会让时间倒流 真是有够傻的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扶元还是背过身来 路上老人问他们 这样倒着走有什么好处吗 能反老还童哦 老人笑了起来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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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走了 竹村慌忙去追 我说 你还是逃走吧 他回过头 说出了心中酝酿已久的话 但服员已经走过了马路 却往了他心目中最奇葩的经术 转转 一部像电影名一样轻松的影片 但在当代社会中 却又显得如此奢侈 人类学家向彪曾说 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 是附近的消失 在当代城市生活中 互联网流转于日常的各个角落 人们越来越强调边界感 而对于周边世界 却没了那种要进引进去 形成一个叙述的愿望或能力 当代人的关注点越来越两极化 要么是自己家庭内的琐事 要么是远在千里外的世界大事 而对于附近 人们却愈发丧失了兴趣 附近是什么 附近是路边摊 滋滋作响的烤肉声 是豹子铺掀开锅盖时 范茄的水蒸汽 是公园中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的大叔大妈 也是一家味道不算好 却总会排气场队的火锅店 附近是人与人之间 最朴素的连接方式 它平时生动 且充满了烟火气 大概这就是我喜欢转转 这部电影的原因 它讲述了附近 并以此治愈了人心 如果可以 陪我随意转转就好 不去山川湖海 卷眉景色 只去寻常象莫 人间烟火 就这样 无目的地随意走走 也是一件 很美好的事了吧 我是藤牛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盈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